我们今天的讲道 我们今天的讲道是要讲我们邻里生活的第三讲 所以五讲里面的第三讲 在第一讲里面 于牧师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在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 都会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发生在我们心里面一个很奇怪 很特殊的一个拉扯 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里面的经文是怎么说的 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 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 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 圣灵也和肉体敌对 这样两样互相敌对 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都会产生的一个挣扎 都会有的一个征战 那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肉体呢 不是指说我们这个生物的这个肉体 是指什么 我们灵里面的那个罪性 或者是我们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影响力 叫做保罗这个肉体 那如果我们要打赢这场仗 我们就必须要来倚靠圣灵 要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会带领我们 那这个系列就是要来帮助我们 如何来更多的来顺从圣灵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圣灵要透过一件事情来帮助我们 就是禁食 禁食 不吃东西这个禁食 那这是一个非常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题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随便上网打一打 你就查这个禁食 还是断食 还是断食疗法 间接性的这个断食 哇你打很多文章 很多这个YouTube的这个影片 非常的多 琳琅满目 你看不完 那这些大部分是什么呢 这些应该都是为了健康的这个关系 为了减肥的这个关系 所以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 很多人在尝试的 就连包括什么呢 十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 非常流行 我记得叫做体内排毒 然后呢 就是只喝果汁 或者只喝蜂蜜柠檬水 就这两样而已 当然还有一般的 就是开水 然后呢 就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撑个好几天 然后就进行所谓的体内排毒 我个人也跟人家一起赶流行 我也试过 那也还算有效了 大致上有效 就连包含我上个礼拜 我在教会办公室里面楼下 我只是在茶水间 跟这些美国童工在那边聊天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提到说 这个间歇性的这个禁食 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来 然后他说 我也试过 我也试过 我现在正在试 这个什么有效 那个没效 讲很多 所以你看 就是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真的蛮流行的 就包含我们在分享这个系列说 这个邻里生活系列 第三讲是禁食 这是两个礼拜前 我们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有一个美国弟兄 他就非常的心血来潮 然后就迫不及待的 很高兴的 就写了一封信 给教会 主要当然是给这个Pastor Chris 我们的主任牧师 Chris牧师 然后呢 他说了这什么呢 结果这个Chris牧师 就把这封信的内容跟我分享 我就把它翻译了 我一部分翻译 我就念给大家听 这是那位弟兄说的 我是一位威斯康星大学 附属医院的初级医疗医生 当我听到你要讲禁食这个题目时 我非常高兴 禁食在现代医学中 往往被负面解读 但是其实我在过去一年中发现 原来禁食对人体健康 有非常大的好处 我现在是禁食为追求健康的基本训练 而我目前正在正式地研究禁食 我要表达的就是 禁食是有很多科学根据的 有不少现代医学单位是非常支持禁食的 后面他还要再写更多 他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禁食的 那当然也是有包含几个医学上的理由 是某些少数人不适合禁食的原因 这包含怀孕未来期间的人 饮食失调或是营养不良的人 或者是第一类糖尿病的患者 另外若是正在服用抗凝血素或其他药物 也可能会有问题 或是在施打胰岛素 或者是在使用降低血糖的药物 则需要密切地观察 再来就是禁食的期间 一定要不断地补充水分 所以这个是Dr.Philip Zimmerman 这位弟兄 他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 他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很健康 感觉很好 对不对 要不要试一下 但是我告诉各位说 话是这样说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 不是这一方面的 你可以去运用这些方法 很好 但是今天我要来讲的是 圣经里面的禁食 是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 里面的禁食 刚刚讲这些 都是医学上的 健康上面的 我不是独医的 我也不是禁食的专家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太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另外的 上我们教会的部落格 的博客 那边有很多英文的文章 你可以 有介绍好的文章 你可以上去看 我们的部落格的 那个 网址在这里 blog blackhokchurch.org 所以 可以上去看那些文章 那我进去看了 包含刚才那位 Zimmerman医师 Phil弟兄 他所推荐的一些文章 也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想要进入这种禁食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他有那个实际操作的那个方法在里面 好 那我谈的是 禁食是不是这个有关健康方面的 我要谈的是跟我们灵性的健康有关系的 这个禁食 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禁食 那这个禁食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 它其实是包含祷告的禁食 禁食祷告是什么 帮助我们的灵性能够成长的重要方法之一 禁食是什么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防御性的武器 他能够帮助我们来抵挡 抵挡什么呢 抵挡那个抗拒那个 我们不断的想要更多的那个欲望 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 圣经对于这个禁食的这个教导 禁食不管是在新约时代 或者是在教会整个 我们看两千年的这个传统里面 或者是你甚至到更早以前 旧约的时代里面 犹太人这些习俗习惯里面 它一直都是一个不变的 不断的被教导 不断的被操练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圣经中 可是你不会找到一段经文 说你要禁食 因为一月三四五六七这样的原因 没有 没有这样明定说禁食的原因 你翻开圣经里面 不管是新约不管是旧约 它都是告诉你什么 你禁食的时候要怎样怎样 而不是你为什么要禁食 因为在当时禁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主耶稣他怎么讲 他在说的时候就是 你禁食的时候要 他不是说如果你要禁食 那你要怎么做 是当你禁食的时候你要这样做 所以他是视禁食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说圣经提到禁食这件事情 总共有超过七十五次 那有三分之二是在旧约里面 但是我们在看这些七十五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来了解禁食 发现说禁食其实还蛮多种的 它的时间的长短不一 比如说什么 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 有这个一天的 有三天的 有七天的 有四十天的 当然最厉害就是摩西以利亚 还有耶稣 哇 你看到 他们禁食祷告四十天 意思是什么 只喝水四十天 那你就想说 哇 这个是不是 怎么这么厉害 那我们知道说 人体大部分的人 其实如果健康的话 只喝水四十天 还是有可能的 除非是 当然不是营养不良的人 当然是不行 那我们知道说 禁食啊 通常是跟祷告是绑在一起的 不是说 身体不吃就是好 跟祷告绑在一起的意思是说 是要我们把我们灵里面 我们灵里面的那个焦点 要放在神的身上 这个是禁食祷告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历代之下这样写 于是约沙法 害怕起来 定义要寻求耶和华 就在犹大全地宣告 禁食 于是犹太人 集合起来 寻求耶和华的帮助 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 寻求耶和华 然后但一里书 他这样说 于是我转向主神 禁食 披马蒙灰 借祈祷和恳求 寻求他 应该还有一页 所以我们禁食 寻求我们的神 他就应允我们 又有一个女先知 就是亚拿 就寡居了 直到八十四岁 她没有离开过圣殿 以禁食和祷告 昼夜侍奉主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 禁食跟祷告 是一块做的 因为要什么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 定义要来寻求耶和华 我们有我们的心愿 我们有想要亲近神的时候 如果要特别的亲近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禁食的祷告 然后把我们整个生活的焦点 在那段期间 完全地放在神的身上 这个是圣经对于 禁食时候要做的事情 就是包含祷告 但是我也要在这里提醒 有时候禁食 我们从圣经里面 一样可以看到一些 不要做的事情 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不去注意 它反而会有问题更大 本来是我们要更近前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注意到 反而就更糟糕了 那像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举两个例子 我们来看经文 这是什么 我们想要操控神 这是禁食祷告里面 一个比较常遇到的 一个错误的动机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是怎么写的 第五十八章 我来读 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禁食 你不看呢 为什么我们刻苦挤身 你不理会呢 看啊 你们在禁食的日子 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 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 看啊 你们禁食 结果是吵闹和打架 用凶恶的拳头打人 你们不要像今天这样的禁食 使你们的声音 可以听吻于天上 再来 使人刻苦自己的日子 这样的禁食 是我拣选的吗 难道只是叫人 垂头像一根尾字 用麻布和炉灰 铺在下面吗 你们可以称这是禁食 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我所拣选的禁食 不是这样吗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 解开恶上的绳索 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 断开所有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们的食物 分给饥饿的人 把流浪的穷苦的人 接到你们的家里 见到赤身肉体的 给他衣服避体 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 而不顾虚吗 这是以赛亚 给以色列人的警告 他们在那里禁食 但是他们的恶行 他们做的这些坏事 欺压别人 没有改 把这个当作一个 让神有自己 开恩 有一个犯罪的空间的 一个借口 这当然是不对的 所以以赛亚就严重地警告 以色列人说什么 不要有这种两面人 这种伪君子的这种心态 我们不是用禁食祷告 来换取神允许我们 做不讨他喜悦的事情的空间 这不是一种交易 我们不能把禁食拿来这样用 第二点是 故意让别人来看到 我们的灵性好像很好 这就叫做属灵的自我炫耀 应该说向别人炫耀 我们看马太福音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可像伪君子那样 愁眉苦脸 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 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可是你禁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是在禁食 只让在隐秘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 必定报答你 这段话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的 他特别交代门徒说 我们千万不要像当时的这些宗教的精英一样 做那样虚伪的伪君子 要禁食怎么样 就要隐秘的 秘密的来禁食 你看第十七第十八节 耶稣特别强调 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 不要 让别人根本察觉不到 不然的话 好像在表现自己多 禁钱一样的 所以就像这两节经文说的 禁食是怎么样 是我们和天父之间 个别的一个关系 你知道 天父知道 就好了 所以我们禁食的时候 要什么 他有说什么 梳妆洗脸 如果换作是今天的话 就是说好像什么 你禁食的时候不要在那里自拍 嘿嘿 今天完成一天禁食 今天我只喝水 只喝果汁 然后po到社群媒体上面 大家很开心 然后说哇 你好尽钱 对不对 或者po到脸书 po到微信上 不是这个用意 不是要拼命去秀给人家看 但是话又回过头来说 要完全不让人家知道 也蛮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你的家人一定会知道 因为你没有吃饭 你可能不会出现在餐桌 或者是你出现在餐桌 但是你的碗筷完全不能动 那就很痛苦 就一个人在那边喝水 所以你的家人是一定会知道的 那没有关系 家人会知道 OK 所以这点请放心 但是更难的是 你可能在学校 或者是你可能在你的职场 在办公室的时候 那些人还是会知道 对不对 因为他说 人家就问 你怎么都不吃饭 你怎么最近都没有带饭来 特别是这个午餐的时候 那我在这个时候 建议大家 通常 你只要一句简单的话 带过就好 那句话就是什么呢 我再尝试 简短的 短暂的进食 这样就好了 那大部分的人 现在大概自动都会以为说 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 他不会知道你在进食祷告 一般人就说 那可能你在敢流行 在做这个减重的事情 那这样就好了 就不用再多做什么 多说无益 不需要再多做什么解释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不是 我们自己主动去提起 你是被问到 那你就简单答就好了 我们不是主动去说 你看我在进食 接着我们要进入 更接下来一个题目是 我为什么要进食 进食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一点 进食帮助我们来抵挡 不断想要更多的那股欲望 这是我们人都会难免有的 这个欲望 这个世界 它的声音是告诉我们什么 越多越好 什么东西都是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钱越多越好 吃东西吃得越饱越好 所以常常要去buffet 结果往往不是吃到饱 是吃到撑 对不对 所以吃到动弹不得 那吃到饱就算了 现在还讲求什么 还要吃到好 那有些人的吃到好 是指说什么 营养要很好 要很均匀 要怎么样 那另外一群人是 我的所谓的吃到好 是什么 我要吃美味的 山珍海味 我都要尝片 现在有些人怎么样 美食家 人生目标就是什么 吃遍山珍海味 看一辈子累积下来 可以吃几颗米其林的心 走遍全球 也是有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 以美食为人生目标 这个叫吃得好 所以不只连吃也不只是吃的这个问题而已 几乎什么都是越多越好 买东西越多越好 房子越多越好 移动不够 还要度假屋 度假屋不够 还要有别墅 别墅之外 还要再买一个投资 租别人的什么 然后车子也要买好几台 所以就是物质的这种欲望 就是越多越多越多 这是世界不断地告诉我们的 各种的欲望都是要越多 越多就越能够满足 这个是世界 这个是欲望在告诉我们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哪怕你真的得到了 你真的拥有了很多 可是并没有比较满足 对你的幸福 对你的快乐 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 就算有那个一点点的满足感 那是非常短暂的 不是吗 没有比较快乐或幸福 那禁食的功能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打破这些谎言 来抵挡这些不健康的欲望 甚至是贪念 禁食的第二个理由 是帮助我们抵挡 身体是与灵魂无关的 这种错误观念 这种观念好像在告诉我们什么 身体是身体 然后灵魂是灵魂 这是完全两回事 这是什么 生活上的一种 所谓的二元论 好像我们星期天 我们参加教会 或者是任何的聚会的时候 这个是灵性方面的事 然后我们的其他天 我们不来参加聚会的时候 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上学 我们在干嘛 这些是什么 身体上 或者是我们一般生活上面的事情 这样子分 结果连世界上 我们很多的哲学 特别是古代的希腊的哲学 以柏拉图为最具代表性的 他也就是认为说怎么样 身体跟灵魂是两回事 应该要分开 所以他们认为是什么 是死 是一种解脱 解脱什么 因为身体是吃喝拉碎的这些 吃喝拉碎还有性 这些都是很邪恶 很低贱的事情 所以身体如果有一天 可以离开这个罪恶邪恶的臭皮囊的话 哇 那就真正的自由了 这是希腊哲学家他们相信的 也是这种二元论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 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 身体跟灵魂是至少目前 是一定是一致的 是要密不可分的 是会互相的来影响的 而且都是需要圣经的 所以禁食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是什么呢 是提醒说什么 我们身体很重要 灵魂也很重要 甚至是更重要 我们看耶稣 耶稣在那里禁食祷告 他受试探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引他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 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回答 经上记着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哇 很多人你觉得 哇 耶稣好厉害 可以四十天不吃任何东西 但是我刚刚跟你讲过 人体其实只要正常的话 需要有水 是可以 一般来说是可以撑四十天 不会死的 好 这段经文很精彩 各位 你看到圣灵 你看到耶稣 你看到魔鬼 哇 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景 然后耶稣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 他做什么事情 他进食 耶稣在那里进食 四十天 而耶稣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他也会饿 他也会饿 耶稣同时具有人的身份 他是会饿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 身体其实也是重要的 也是需要顾的 但是他进食四十天 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他看灵魂比身体更为重要 所以他才可以暂时的把吃喝放到一旁去 然后怎么样 专心在神的身上 这是耶稣透过这四十天要做的事情 他专注在神的身上 所以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 他就可以完全的不偏不离的 把神的道讲出来 而且把神的道行出来 他在宣告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的 但是耶稣说 我们的心灵需要神 我们灵里是何等的需要神 而神的话 就是我们灵魂的那个粮食 我们需要常常的吃 吃下神的话 我们的灵里才有营养 才能够有力量 这个力量是大的 禁食祷告的力量是大的 这个是属灵领域当中的力量 是让我们大有信心的力量 这个力量不只是什么 不只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而已 它也是同时具有攻击性的 它能够看穿魔鬼的这个伎俩 然后它可以戳破它的谎言 它还能够怎么样 反将魔鬼一军 打破它的这个捆绑 这就是为什么 禁食祷告 是当我们进行 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的时候 像耶稣说 某些要赶某一些鬼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武器 禁食祷告的第三个理由 能够抵挡 我够坚强 我不需要神的错误观念 在禁食的当中 或者是禁食之后 我们会感到饥饿 这告诉我们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们不过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不是超人 不是神仙 这样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 我们既需要食物 我们也需要神 这是事实 禁食祷告的第四个理由 是能够抵挡 我要不断地追求快乐 满足的欲望 禁食的时候 很明显的 不是一个在享受人生的时候 谁饿肚子很享受 没有 大吃大喝 宴乐 吃个痛快 那是享受 但是禁食 对我们来说 是很好的提醒 说什么 人生不是一帆风顺 也不是一辈的在那里 追求享受 追求快乐 旧约的约翠书 这样子告诉我们 说什么 我们看一下 耶和华说 现在虽然如此 你们仍要全心全意 以尽食 哭泣 哀嚎 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 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 并要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随时转意 不降灾砸火 然后我们还看得到 旧约里面像这样的经文 好几处 我简单地给各位看一下 撕摩尔记下 你们为了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 耶和华的子民 以和以色列家的缘故 悲哀 哭泣 禁食 直到晚上 因为他们已经倒闭在刀下 接下来也是一样 哭泣 悲伤 禁食 祷告 应该还有一页 哀哭 禁食 直到晚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么多的地方 我们看到 禁食 跟哀哭 这两件事情 是常常 绑在一起的 那是因为 发生的不幸 那是因为 罪的关系 以色列人的罪 达到了神的面前 所以他们就 遭受很多的苦难 所以我们 有时候也要学习 以色列人这样子 为我们的罪 在那里哀哭 所以我们也要懂得享受 我们也要懂得 为我们的罪来哀哭 难过 感谢神 忧伤痛悔的心 主必不轻看 神会饶恕我们 神会医治我们的心 最后 我的结论 是我要来呼吁 我要来鼓励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操练禁食的祷告 有时候你会不会 感觉到说 哎呀 为什么我最近 好像属灵的生命 一直停滞 或者是为什么说 哎呀 为什么我这个人 总是不喜欢 祷告 或者我根本就是 很少祷告 为什么 或者是有祷告 也没什么活力 我的信仰生活 老是一个 卡住的一个感觉 就算祷告 也都提不起劲 是不是我的脑子里 常常都是这个世上的这个繁琐的事情 都是一些烦恼 那我的心思 是不是整天都很忙乱 这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的这个状况 禁食祷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怎么 把焦点 聚集在 神的身上 神要透过 禁食的祷告 来点燃 我们心中 对于祷告 对于他 对于神本身 的这个火焰 然后瞧望 我们对他的那个 爱慕 可慕 在 禁食的祷告当中 神会 赐下 属天的能力 在我们的灵里 让我们的灵里面 更健壮 然后让我们这个 灵里面的眼睛 有这个 属天的眼光 可以看得 更高 更远 在 禁食的祷告当中 我们 效法 主耶稣 主耶稣说什么 我们再看一次 阿太福音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更要靠 神 口里 所出的 一切 话 我们 打开 我们的心灵 我们 吃下 神的话 神话语中的能力 就进到我们里面 神就将 他 他要赐给我们 那个胜过世界 对抗 那个邪恶 势力的 那个能力 让我们 吸收 进来 所以圣灵 就能够 更多的 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就 更能够 行出 神 那 善良 纯全 美好的 旨意 我们一起 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谢谢你 怜悯 我们 谢谢你 知道 我们的软弱 所以你赐给我们 尽时 祷告 这样 美好的操练 一个这样子 强大的 武器 主啊 恳求你 帮助我们 让我们 能够 抵挡 那想要 更多的欲望 主啊 让我们的心思 意念 来归向你 让我们的 整颗心 来归向你 来天天 为你而活 求你圣灵 常常 每时 每刻 充满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给我们 心里面的 渴慕 给我们心里 对你的 更多的爱慕 帮助我们 谢谢你 我们紧紧 抓住你的应许 祷告 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